我們繼續跟蔡生佳教授來做訪談 蔡教授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在8月那個時候 安倍的民調是非常的低的 低到30幾 甚至快接近20了 那個時候主要是因為 兩個學員的事情 一個是申有學員 另外一個是家計學員 那現在這個事情並沒有結束 有人說他這個報告 應該10月會出來 他是為了避免議會質詢 所以乾脆趕快就用這個方式 來提前改選 那你覺得這個醜聞 是不是已經過去了 在這次選舉不會再繼續的發酵 我覺得這個醜聞 如果這一次 如果沒有進行這次的一個改選的話 其實這個對安倍 其實會有蠻大的一個殺傷力 如果報告10月出來的話 那可能安倍要負部分的一個政治上的責任 就算沒有政治上的責任 也有道義上的一個責任 我相信這個對安倍的一個民意制度 其實是什麼 其實有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那我覺得他這一次的一個選舉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要轉移這樣子的一個焦點 就是把他的一個家計跟那個 生有的這個學員的一個醜聞轉移掉 所以他這一次弄出來了一個所謂的一個 那個什麼所謂的一個全民的一個改革 全民的改革當然就是一直把消費稅的一個 一個的一個費用 然後用在了一個預額警貼上 他是用經濟議題來去轉移他一個政治上的一個 什麼政治上的一個醜聞 他這個策略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試想如果他這一次沒有進行改選 沒有進行國會改選的話 那到10月 那安倍原本的一個制度可能還會 他可能就繼續往下掉 那繼續往下掉的話 那其實到他明年的一個選舉 其實對他來講是非常不利的 那他現在趁這個報告還沒出來 他民意制度還沒往下掉的時候 先進行國會改選 那等國會改選 自民黨已經形成了一個什麼 形成了一個多數的話 這個問題對他來講 衝擊就不是什麼 衝擊就不是太大 我覺得那個是他的一個 整個政治上的一個盤算 就是對他的一個什麼 現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是對他來講是最有利的 而且呢這個國會大選 整個的一個什麼 過了一個之後 那等這個報告出來了 大家那個人民呢 可能都是什麼 在注意所謂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議題 對他這個佳記的這個醜聞呢 可能就不會有 那個在野黨可能就沒有這麼大的一個什麼 沒有這麼大的一個殺傷力 你剛剛說這裡面其實安倍拋出來最重要的議題 其實是消費稅 對 原來我們知道消費稅 是從5%要升到10% 安倍把它分成兩段 對已經升到8%了 已經升到8% 但是他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他不敢升到10% 他民意的反彈太大 所以說延緩 對 那個時候很多人批評他 對 那個時候你做了承諾 為什麼那現在好 他說我要升到10% 但是錢不是把它拿去 補這個財政的赤字 反而是用來做所謂這個 育兒的免費的教育 津貼 津貼 這個比較容易讓老百姓能夠接受嗎 你覺得 我覺得安倍呢 他把這一次的一個消費稅的一個 兩兆日元的這樣的一個費用 轉移到這個育兒津貼 他是用什麼 他是用這種育兒津貼的這種部分 來去包裝 之前的話 消費稅呢 沒有提高 就是本來預計要提高10% 在上次的一個選舉當中 他也說 他暫緩 但也提高到10% 他也是解散國會 就由國民來決定 公爵 對 由國民來公爵嘛 那最後的一個結果 他獲得2% 所以他得到了一個什麼 非常正當的一個理由 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一次呢 他又說 這個消費稅 是決定要提高到10% 2019年的時候 提高到10% 那提高到10%的話 他把這什麼 兩兆的一個日元 他轉移 本來是要補貼那個 財政的一個赤字嘛 因為我們都知道 消費稅最主要就是要 削減財政赤字 那他把這個費用挪用到 到這個 所謂育額津貼 但是呢 他把這個問題包裝成 這個是一個什麼 少子高齡化 是日本的一個 國家安全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把這個當成 是一個非常嚴重 如果他現在不解決的話 日本未來的一個 人口高齡化 我們都知道說 日本就15歲以上的人口 已經將近26% 27%了 是世界上最高的 然後再加上人口負成長 如果呢 日本的一個人口不增加的話 那是整個是有國安危機 大家不願意生小孩 就是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養兒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那個代價太高了 所以他現在用這種補貼的話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什麼 能夠去生小孩 然後來解決這樣 國安問題 所以他用這個來去包裝 我覺得呢 日本國民很 不太會去質疑 他的一個這個樣子 因為畢竟呢 財政赤字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非常長期的一個問題 但是呢 這個燒紫高連化 是現在目前迫切要去解決的 所以我覺得 他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其實是有他的一個什麼 其實是有他的一個震盪性 因為日本的一個財政赤字 以這樣百分 以他GDP的百分之兩百六十幾的話 其實未來20年30年都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他覺得 這個不是這麼急著要去解決的問題 嗯 我想特別問就是前面提到的 這個現在東京都知事喔 那個小池百合子 嗯 他要阻擋 大家都已經有耳聞了 對 安倍宣布說 我今天下午的時候 要開始宣布要提前改選 那小池在上午 就先宣布成立他的希望治黨 對 這裡面是什麼關係 是不是說 嗯 其實 安倍希望能夠趁小池這邊 雨疫以風之前 就趕快的來改選 對 那小池也看到 安倍先要準備宣布 他就先搶一步 搶先一步要宣布 他也要阻擋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兩人之間的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進合 那當然 像剛剛主持人所講的 那個安倍他的一個最主要 就是趁小池百合子 他還沒有辦法凝聚他的一個力量 的一個時候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這個時候解散 很快 三個禮拜之後就要改選 22號就要就要進行改選了 這時間非常短 可能很多選民會認為 就是說小池百合子 沒有那麼多的一個能量 來去聚集 那所以呢 小池百合子 為了要打破外界 對他的這種印象 所以他在 安倍還沒宣布要 解散國會之前 他早上就先宣布說 他已經成立希望治黨了 而且呢 人選都有了 而且他準備要提名 150位的一個國會議員 這個表示就是什麼 向人民宣誓就是說 其實他是什麼 他是有備而來 但是我覺得這有點那個什麼 有點那個牽強 為什麼 今年東京都選舉過後 我記得當時有人問小池百合子 對 就是未來 是不是要來進行 所謂的一個國會大 他說現在 他要專心市政 對 他現在要專心市政 現在要維持過早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都是一個雙方的一個什麼 政治上的一種操作 但是我覺得 這個這一次的確對小池百合子來講 會比較不利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在整個日本的一個四百 四百多席當中 那他要在每個一個選區 單一選區要提 提滿候選人 其實蠻困難的 所以他現在的150席當中 其實他大部分都聚集在什麼 聚集在都會區 聚集在都會區當中 而很多的一個傳統的一個農業區 他根本都提不出一個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小池百合子這一次出來 當然會對自民黨的一個席次 會造成衝擊 但是不會造成太大的一個衝擊 我就想問你 就是說 小池百合子的希望之黨 究竟跟自民黨是什麼關係 我看到他們其實在安保議題上面 都是保守的 其實很相近 很相近 小池也做過防衛大臣 對 那他們之間是將來 可能會合作關係呢 還是說會變成強烈的一個 小池這邊會變成強烈的反對黨來監督 我覺得他很難變成一個 那個什麼 就是一個比較強大的一個反對黨 因為他跟民進黨其實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民進黨其實是有很多的一些中島人士 還有一些中間人士所聚集出來 當然裡面還有一些過去自民黨的人 但是呢 這個 這個那個 就是現在的一個希望之黨 其實大部分都是什麼 都是自民黨裡面出來的 包括小池百合子 還有包括現在的 要倒閣過去的福田風姿 然後甚至是那個若元 那個什麼若霞元等等這些有沒有 這些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自民黨裡面的 所以呢 他整個的一個殼 其實是擺脫不了 自民黨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所以我覺得呢 他之後 希望之黨成立了 之後呢 接下來在議題上 他有一些會跟自民黨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相符合 但是可能在 在經濟議題上 可能會什麼 可能會相互的對抗 也就是說 有些競爭 但是也有些合作 跟傳統的一個在野黨有沒有 是來監督政府的一個 這樣的權力不太一樣 那我打個比方 現在的一個希望之黨 到底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屬性 我們都知道說 之前在日本有一個所謂的 就是大阪那邊所組成的 維新黨 就是那個維新會 維新會 對 組成的一個維新會 那維新會呢 其實他的一個意識形態 是跟自民黨其實是一樣的 甚至是跟自民黨的一個右翼 甚至在安保的一個議題上是一樣的 但是呢 他的一個人呢 其實跟自民黨是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希望之黨呢 就有一點像什麼 有一點像過去的民主黨跟那個 所謂的維新會的一個結合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政黨存在 所以我覺得他呢 之後呢 可能呢在很多議題上 我認為修憲的這個議題 可能會跟什麼 可能會跟安倍來合作 這也就是安倍這一次呢 他覺得說沒有三分之二 沒有關係 因為在修憲的一個問題上 可能他們還是會支持他 他還是可以過三分之二 我最後想問你就是 日本的自由民主黨 我們簡稱成民主黨 這個剛剛選出前緣陳思 就是前外相做他的黨 民進黨 民進黨 民進黨就是他選出他的新的黨魁 那你覺得他現在目前的氣勢怎麼樣 外界都對他的估計甚差 你覺得他可以這個正摔起立嗎 我覺得這一次的一個民進黨要再起來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那個民進黨在上次的一個 東京都議會選舉其實是大敗 然後呢 現在整個的一個氣勢 包括整個的一個民意制度 其實都完全沒有 完全都沒有起色 那這一次是一個全國性的一個 國會的一個選舉 那民主黨現在呢 那個說民進黨 現在要在各個選區呢 其實他現在都在什麼 都在登報爭候選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啊 就是有很多一個選區 他可能都沒有辦法派主將的候選人 來去跟自民黨來去什麼 來去對抗 沒有就派出來的是一個默默無名 只能來去當犧牲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民進黨現在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而且呢 之前2009年到2012年 就是之前民進黨在民主黨時期執政的時候 那個時候讓日本的一個人民記憶優先 哇那個整個弄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國政上的一個亂下 所以這個 這個他短期之內啊 他要再起來非常困難 因為他呢 沒有一個什麼 沒有一個心血 沒有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人呢 來重新帶領 前雲城市就是過去 民主黨的一個大佬嘛 民主黨時期的一個大佬 所以我覺得 這個會讓日本人民覺得就是說 民進黨還是跟過去的一個民主黨 沒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我們最後一段我們來談 這一次日本的突然宣佈改選 其實跟目前的北韓危機 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大家也在看 這個安倍會不會藉這個機會 希望能夠鼓動國內 開始來修憲 往所謂他們的正常化的國家 也就是越來越朝向 從整軍備的路來走 我們待會兒繼續談